今年一代三三國王客家文化祭 24號、25號兩天 將在保新郷、臨庭、共基班 透過現代化的流行結合傳統 當時也來提供客家美式以及傳統的客家技藝文化 學生小孩將傳統的客家回報親在心上 將創意和客家藝術中學作為 配合今年的三三國王客家文化祭活動 主辦單位透過現代化的時尚結合傳統 當時提供客家美式和傳統客家技藝文化 形成真有地式的三三國王客家文化祭 這個活動是我們共和館三十八中廟的議會 已經埋進了十三次這個活動 一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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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用心 都在我們繁匯 我們客家 我們國家 我們做生的生活 和他的地匯 來大家繁匯 館長委員國這次 中華館客家臨口祭就四十萬人 在這禮拜六禮拜多當 就是要讓客家文化在中華繼續 電線和團線 在我們中華館來說 應該有四十萬人以上 但是我們已經都沒有說客家 所以 客委會 把我們中華這些客家 都稱呼 合流客 已經胡老化的客家人 叫做合流客 主辦單位共調 終究由客家文化推電行銷中華館 帶動電風經濟家館公散業的發電 大中華新聞中施量中華 彩虹報道